演藝圈MeToo风波司法有了最新的进展 一人大牙周一佩控诉11年前去香港的时候 遭到黑人陈建州性骚扰 却反被告防害名誉 泰北地人署在今天 贞洁大牙不起诉处分 大牙开心发文 一直都相信正义会来 而至于NoNo 陈宣玉 卷入的性骚性侵案 北检侦查结果也出炉了 其中有三案 因为证据不足不起诉处分 但是有另外七案 则是因为管辖权的问题 转交逝林地检署继续侦办 大牙周一佩开心发文 一直相信正义会来 谢谢司法 因为他出面控诉 11年前遭黑人陈建州性骚扰 却反被告防害名誉 北检19号真解遭不起诉 而不起诉关键内容也曝光 北检传款大牙前后任经纪人 化妆师和闺蜜等五人 五人法庭上都提到 曾听大牙说过 当时遭黑人问要不要松一下 从后面雄豹 你姐就不爱那种事等字眼 而现任经纪人也是黑人前经纪人 更说106年和大牙合作时 大牙就表明不愿意和黑人同台 成了重要关键 大牙老公在第一时间出面立庭 写着法院认证不是乱说话 网友一面倒给大牙加油打气 更灌爆黑人脸书 在过往他的发文底下 只说他是法院认证的性骚犯 不只黑人 先前曾两度被北检传唤 被实名女子提告 如今侦查结果也出炉 其中A女控诉 十多年前做油压按摩服务时 遭NoNo侵犯 B女跟C女遭强制猥胁 对此NoNo全盘否认 检方在证据不足情况下 这三案给予不起诉处分 但另外七案因为没有管辖权 转给市领地检署继续侦办 对于判决结果 当初站出来案铃声告的 网红小红老师发文 说一起床看到新闻震惊了好久 目前尚未收到不起诉处分书 收到的受害人跟注音符号一样多 虽然沉痛 但相信台湾司法 不会让受害者蒙冤 迷途风波未完待续 NoNo能否全身而退 还预留空间 记得综合报道 NoNo